7月29号在英格兰西北部小镇绍斯波特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 造成三名女童遇害 多人受伤 一名17岁的嫌疑人被捕 由于未满18岁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警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 在随后有关于嫌疑人的身份 还有她的来历的错误信息 就在社交媒体上广泛的传播 引发了英国各地反对政府的移民政策的抗议活动 部分地区的抗议者和警方发生了冲突 引发骚乱 英国首相斯坦默将暴力骚乱描述为极右翼暴行 有分析人士认为 近年来部分英国民众对于经济状况等社会现实不满 并把英国社会的一些矛盾归咎于所谓的移民问题 是骚乱爆发的深层次原因